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沙渡 我现在在广东广州 对面就是广州的最高建筑 广州塔 中国第一高塔 世界第四高塔的小蛮腰 今天我就带大家登到最高处 俯瞰广州市区 我买的是298的460米摩天游轮套餐 就是可以到上面那个户外观景平台 还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 行,先去取票吧 这两天广州都是阴天 这里还有一个智能机器人 是可以对话的 本来我是想晴天的时候带大家上去的 我订今天的时候呢 我查看天气今天是晴天 没想到今天还是阴天呀 还有点想下雨的感觉 人也好多呀 现在过节去广州塔 如果你不提前一天订票的话 买当天是买不到的 尤其是摩天轮 还有那些游乐的项目 如果说你单纯的上去观看的话 那个门票是好买一点 安豆呀 非常的逼真 辣相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自助取票 就是已经在网上订好的 然后这里呢 也有窗口售票 票我已经取好了 这里有广州塔的售票项目价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贵的是488米的398块钱 398就是说它所有的项目都包括了 然后有一个480米的急速云霄套餐 是268 它只有户外的观光层 以及下面的几个观光层 一个急速云霄 460米的就是298 也是可以有三个观光层 一个摩天轮 最便宜的是150 在这里检票进去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广州塔它是分10段进去的 就是两个小时一个时段 你买票的时候也只是说买 比如说16点到18点的 18点到20点的 其他时间你是不能进去的 在前面检票之后 在这边还要检查 进来了 这里是它的一层 咱们简单的先看一下吧 这有一个大屏幕 非常的漂亮 一楼的看点不是很多 它周围放的都是一些古董玩意 这里还有云游广州的VR体验 从这边灯塔 这个安检啊 非常的严格 危险物品是绝对不能带的 像打火机这一类的 而且呢 它每到一个口袋 就会检查一下门票 就怕你没有票进来 那不可能能进来呀 那么多的安检 这里不知道是干嘛的 拍照的 这是一个拍照纪念 拍完之后呢 给你了两张票 应该是取照片的 我估计这个是收费的吧 等会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拍照的地方呀 我问了一下 它那个拍照呢是不收费的 拍完之后 你关注一下它的公众号呢 就可以领取照片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广州的东塔西塔了 咱们直接登塔吧 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尽量的拍详细一点 因为什么呢 有些朋友啊 是没有时间来到广州 这边是吧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登广州塔 还有一些朋友呢 是因为这个价格的确是有些贵 所以来到广州塔下面也就是看一看 没有上来 那就带大家完整的看一下广州塔 从这边进去啊 来了 现在登的是433米的 看一下 这边都有层的 105 106 107 白云观光层也在里面 但是 现在不到 我们可以走下去 快到了 走 这里怎么观光 从这上去吗 这边就是433层的 我看一下 星空观光大厅 哇 好壮观啊 珠江 带大家转一圈 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不过 视线还可以啊 哇 好多朋友都在这边上坐着 我估计有些朋友是想等到晚上看夜景的 这里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东塔西塔了 从这里看过去感觉这两栋大楼好渺小啊 我们站在下面的时候 有一种压倒你的气势 在这边还有一个外凸形的玻璃啊 可以站在这里进行拍照 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看一下 下面就是二沙岛富人区 然后这边是海新沙 珠江 从这里就分流了 这里是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市的 大家看一下那一片啊 全都是城中村啊 从这边看到的呢 就是海珠区啊 海珠区也相当于是珠江上的一个大型的冲击州 突出去的这一块呢 是需要排队过去拍照的 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你拍摄 这里呢 拍了一个全景图 上面还有介绍 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是列德大桥了 然后旁边是列德村 列德村也是广州的土豪村呢 就在珠江新城的旁边 海珠区前面那一块呢 正在建设商务区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国际会展中心也在前面 这下面是有那个海珠区的油轨电车的 就是沿着珠江走的 我发现前面那个纪念照片提取出啊 五张照片要280 就是他们帮你拍的 如果是十张的话 480 我的天呢 这比门票卖的还要贵呢 这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就是你能买得起门票灯塔 但是你不一定能买得起照片 这下面是107层的白云观光厅 有楼梯可以走下来啊 最后我们再到外面的露天的460米 这一层跟上一层其实差不多 带大家下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里也是一个拍照平台 这边还有望远镜的 我们从这里再看一下吧 然后就直接上塔顶了 中心大厦在中轴线上啊 然后东塔西塔 下面是花城广场 前两天都已经拍过了 然后这下面是那个广州的亚运会地幕市场馆 就是海星沙 现在花城广场人比较少 等一下就要到露天台了 在这边检票 来到这边是不停的检票啊 进电梯检 输电梯检 然后人工再检 检完肉机器再检 上来了 哇 好像下小雨了呀 这就是摩天轮 等一会单独给大家拍一个视频啊 我们先到上面看一下 哇 风吹着有点凉呀 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 我们现在登的是454米相当于 因为它的塔身高度就是454 其余的146米是这个天线跟桂杆 这就是那个急速营销吧 一上一下就结束了 哇 500米啊 哇 这个刺激啊 胆子要大一点才敢坐 哇 这边风真的是很大 现在我们能够来到的就是最高点了 这里还有一个乐队啊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这个摩天轮也挺刺激的啊 这个摩天轮呢 它是 不是树的 它是横着的 摩天轮要在这边排队啊 等会儿坐摩天轮的时候就会有视线挡着了 还是在这外面看着过瘾啊 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啊 给大家多拍一点啊 毕竟上来一次也不容易啊 那行吧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等会儿我排队坐摩天轮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 看这个样子还要排很久的队呢